整个疫情发展到今天呢 比较让人担心的就是现在不只是确诊数攀升 感染源不明的个案也越来越多了 在今天一口气新增六起感染源不明的事件 他们分别呢是分布在基隆 双北市 还有彰化 而且这几个个案之间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样直接的关联 让指挥官陈总坦言 社区疫情多点爆发 已经出现了警讯 不过说虽然这个个案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过去要升三级的标准了 但是陈时中认为先前疫情警戒的分级标准 面对Omicron疫情已经不适用了 所以现在大家提高警觉即可 不用升到三级 新冠病毒在台湾社区多点炸开 单日一口气新增六起感染源不明事件 还横跨四个县市 个案包含基隆安乐区中年男子 台北的台营运妇航员 宋山区外籍看护跟雇主 还有新北永和家管女性 淡水中年男子 以及彰化一对开宠物店的夫妇共发人染疫 目前都还找不到感染关联 这也让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社区疫情已经出现警讯 市长我们比较担心的都是一些独立的个案 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一个地域的关联性 职场的关联性 这是一个警讯 社区有多发的点 社区里面应该有很多无症状的确诊者 没有被发现 19.5%几乎都是清症和无症状的 其实我们不用太过度的恐慌 虽说染疫者多半清症或无症状 但病毒传播找不到踪迹 社区染疫的风险明显升高 那台湾的疫情警戒需要升到三级吗 专家认为目前疫情发展还在可控范围 但累计国内已经有17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 建议有疑似症状或是跟确诊者 有活动足迹重叠的民众要尽快主动筛减 接种不得